今天我們來到南投埔里這個地方喔 你們看 一大片自然美景耶 而且雲霧繚繞 好夢幻喔 空氣好新鮮喔 可是怎麼在這麼新鮮的空氣裡面 彌脈一股炭香味呢 羊肉乳耶 冬季本來就應該吃羊肉乳補一下囉 走 我們現在就進去找老闆喔 就是這個香氣 小丁哥 我剛剛就是聞香進來的耶 小丁妳好 我們林家燙火羊肉乳 是用那個燙火下去慢慢的熬煮 對 是喔 這個燙火看起來滿清厚的耶 我們是用十幾種中藥材下去 慢慢熬製而成的 那我呼不及待來品嘗一下喔 好… 哇 好香喔 謝謝 喔 這個肉可以吃好幾塊耶 嗯 那皮很有嚼勁喔 對 很嫩很嫩 這個肉一點腥味都沒有耶 你怎麼做的啊 我們是用麻油跟薑下去炒過 其他就用特殊方法下去處理 就蓋過那個腥味對不對 對… 而且吃羊肉一定要吃這種帶皮的喔 帶皮 對… 喔 你大部分都是選哪些部位啊 拍骨的這部分喔 喔 這邊是比較有嚼勁 喔 也比較有三層肉這樣 喔 口感就是會有層次對不對 對… 小林哥 你這邊除了羊肉之外啊 裡面還加了什麼樣的配料啊 我們加了豆皮 還有玉米 還有洋蔥 還有高麗菜 喔 這樣湯頭會更甜對不對 對 這樣比較鮮甜 哇 剛剛吃完羊肉乳真的太好吃了耶 而且老闆剛剛有告訴喔 我現在先偷偷告訴你們 這一鍋羊肉乳之精華所在 就在這一鍋湯頭喔 它裡面可是加了這個枸杞 當歸 穿穹等十多種的中藥材喔 當然還包括老闆調配的獨門配方喔 而且這一鍋湯要熬至兩個小時以上 才能完成這一鍋清甜的湯頭喔 小林哥 那在這邊吃羊肉乳啊 客人還會點什麼樣的配菜啊 這裡都是我們的客人 比較多點的招牌菜 必點的招牌菜喔 這一道是什麼 這一道是羊角鮮 這很少看到耶 對 一隻羊只有兩隻是後腿的 所以是限量喔 限量比較稀有 旁邊那個黃黃的是什麼 那個是吸管 吸管 那個可以吸那個脆 那個超好喝的耶 旁邊這個是什麼肉 這是炒羊肉 炒羊肉 加點青菜 對 比較均衡 這個是羊油麵線嗎 對對對 我來吃吃看這個 好 你說混合羊油跟麻油的齁 你會吃到麻油的香氣 然後羊油的那種感覺也不會腥欸 不會那麼重 有些客人會怕 對 所以就混合起來了 那帶來這個 這個是不是那個大薄片啊 這個是涼拌山豬皮 涼拌山豬皮喔 對 好喝 超有嚼勁耶 脆脆的耶 脆脆的 你會一口想接著一口吃耶 對 很好吃 帶一點酸 帶一點辣辣 這個看起來 好像那個大腸頭喔 不是 這個是蒜苗羊筋 不是 對 是羊的背部 它是背部一層肉跟一層筋 這個白白的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炒羊肚 這個醬汁跟剛剛的截然不同耶 這個是用沙茶跟醋下去快炒 吃起來會一點脆脆的 現在晚餐時間喔 你看這邊都是滿滿的人潮耶 哇 看他們吃就覺得心都暖呼呼的 我現在要進去倒勞了一下喔 這邊的羊肉湖跟外面有什麼東西 這裡的非常有點 就是 太有嚼勁 對啊 跟外面的差很多 湯頭 很不錯 有一種 算是燙烤的味道 如果沒有來的話 就是直接叫他把我外帶 我自己過來拿 會點那個半天筍 半天花那個 就是我們埔里的特色啊 還有羊 羊腳筋啊 也都很好吃 小平哥 怎麼會想說要來學這個羊肉湖 我是想說回到家鄉 中胎的羊肉湖 大家跟家人常常住在一起 互相照顧這樣 看到客人 家人 或是兄弟來這裡 圍在一桌 坐在一起這樣很團圓 這樣也是讓我看到很想要的 給他們的環境 哇 在林家羊肉湖用完餐之後 感到好幸福喔 而且這裡的老闆小林哥 真的很貼心喔 你看這裡還附設 埔里旅遊地圖喔 因為埔里就是位居於台灣地理的 中心位置 所以你用完餐之後呢 你就可以出發到附近的景點去走走喔 像是清淨農場 和歡山 奧萬大 所以來到這邊旅行呢 你千萬不要忘記 來到這邊吃炭火熬煮的羊肉湖喔 多吃炭火熬煮 billing 途中試看 這種事也會不會找到 ninth existed -